踏入九月,很多小朋友都已經上學了 現在娛樂圈真的多了很多星媽和星巴 所以一群記者在開學日內都不停追訪他 其中一個就是潮媽Kelly 騰慧琳 大家都知道他有大兒子和小兒子 小兒子還很小,還沒上學 但大兒子黑狗仔已經四歲了 所以今年就是回幼稚園中班 從之前的學校紅磡到九龍堂 今次新的校舍因為這家學校比較有名 而且Kelly 也希望他的兒子可以考到好的小學 但今次入讀這家幼稚園 沒有不足都不夠幾個星期 已經收到同班的家長去投訴Kelly 究竟為什麼呢? 謝謝娛樂 謝謝 其實現在做星媽和星巴一點都不容易 除了要照顧小朋友之外 又要幫小朋友避開一班傳媒 有些爸爸媽媽很介意自己的小朋友上鏡 不過有些就非常之大方 不過藉著小朋友大了 其實他們都不想小朋友經常上鏡 因為會影響他們上學 除了影響小朋友之外 還會影響同班同學 其中一個就好像Kelly 這樣 Kelly 的大兒子阿蝦餃仔 今年已經四歲了 就可以讀到幼稚園的中班 之前她就在紅磡上學 現在就轉去九龍堂一間幼稚園 那間幼稚園當然是英文幼稚園 而且比較出名一些 因為Kelly 都希望阿蝦餃仔 可以考到一間好的小學 今次入學這個新的學校 Kelly 都很緊張 因為兒子又要換新學校 看到新的同學仔 但入讀之前 Kelly 已經跟校方方面溝通過 因為始終她都是名人 所以一定有很多傳媒追訪她的兒子 原來這間幼稚園有一個特色 就是當上課的時候 幼稚園的老師 就會幫一班小朋友拍照 拍下他們上課的情況 然後上載到網址那裏 一班家長就可以上網址那裏 看看小朋友上課的情況 大家都知道 如果小朋友的照片放了上網之後 其實除了家長之外 所有人都看到 但是家長又覺得這件事不錯 因為她不可以跟著小朋友上課 但是如果老師拍了照片 她又可以知道 自己的小朋友上課的情況 其實很開心 不過跟Kelly同班的一班家長 就發現自己子女的照片 遲遲幾個星期都還沒有上網 也有問到學校 為何他們那班小朋友的照片 是全部沒有上網的 校長就說 由於同班有一位同學的家長 就不希望老師在上課的時候拍照 所以他們就不能夠拍他們的小朋友 所以令到這班家長非常生氣 不用說都知道 不想拍照的那個 一定是Kelly陳惠霖 Kelly不想拍照的關係 就是因為如果拍照之後 一定會放上網 放上網之後 那班傳媒一定會拿下來登上雜誌 她就不希望這樣 所以一早就跟校方說了 如果兒子在讀的話 就是借著所有老師在上課的時候拍照 最奇怪的就是 校長方面竟然答應她 所以就搞到同班同學的上課照片 都不能夠放上去 所以令到其他家長都有點微言 但Kelly也沒有辦法 不希望她的兒子經常被傳媒追訪 其實她的大兒子 黑狗仔現在就是讀幼稚園中班 但由於她想她的兒子入藍拔小學 藍拔小學就說了 一定是搞拔尖的 所以如果幼稚園小朋友真的很厲害的話 她可以讓她 skip了幼稚園高班 直接就可以讀這個小一 所以Kelly這陣子 除了要黑狗仔回幼稚園之外 也特別請了一個英文老師 單對單 就跟黑狗仔上課 除了學英文之外 又要學一下朗總 也要學一下面試的技巧 希望她可以在下年 就可以考入藍拔小學 多麼久 是時候八卷公投